大家好 这一小节的我们来看一下应用协议的设计 应用协议它是指应用系统或者说应用客户级程序 到我们签名验签服务器之间的这个接口报文 报文的格式 我们选择xml格式 因为xml格式呢 可读性和结构性都比较良好 协议分为协议头和协议题两个部分 我们首先来看协议头 协议头是公用的 所有的报文都会使用同一个协议头 其中包含一些主要的一些公共的信息 最重要的就是交易码 用来表示是哪个交易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协议头里边加入其他一些控制信息 我这个地方为了简化问题 我就把其他一些次要的字端给省略掉 这个是请求的报文头 响应的报文头 包含交易码 响应码和响应消息 这个响应码就是如果出现了错误 就是错误码如果正确的就返回正确的响应码 好来看报题部分 签名请求报文 签名请求报文 包含签名原文 这个就是需要我们需要做签名的原文 我这个地方留了一个k的长度 第二呢我们指定一种算法 就是产生摘要的时候使用哪种算法 不同的摘要算出来结果是不一样的 在某些系统中 它指定了只能使用某些摘要算法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传来一个算法的参数 签名响应呢 最主要就是返回签名后的信息 好来看验签 验签请求和签名的请求就不一样 验签的话 第一个参数是加签后的数据 第二呢还是算法 指定用什么什么样的算法对原文产生摘要 如果加签数据和我们这边 如果签名时候的这种算法 和我们自己产生摘要算法不一样的话 出来比较这两个摘要是不相等的 所以这个地方传入一个算法 第三呢是签名的原文 我们在服务器里边会对这个原文做摘要运算 然后和对方送过来摘要呢进行比较 响应最重要就是返回一个 验签是否通过的标志 我们的签名的话 其实有两种 一种是带原文的签名 一种是不带原文的签名 带原文的签名 会将加签后的数据和原文 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签名的结果 那么不带原文的签名呢 就只有对摘要进行加签后的数据 这个地方为了简化问题 也就没有考虑这种带原文的签名 这个地方大家下来可以自己写一下 自己去看一下什么叫带原文的签名 不带原文的签名 好这个地方规划了一个交易码的列表 用0001来表示签名请求 用0002来表示验签请求 这个是客户机发向服务器的 用1001表示签名的响应 用1002表示验签的响应 这个呢表示从服务器发向客户端的 这样设计的好处就是 我一看到这个交易码就知道这个报文的流向 好设计好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写出一份报文的样例 我们来看一下 报文示例 这有四个xml的文件 就是根据刚才我们的设计 写出来的一个报文样例 这个是签名请求 头部包含交易码 报文体部分 包含要签名的原文算法 这个是签名响应 响应包含交易码 响应信息 响应码 报体部分就是签名后的数据 再看一下验签 验签的话 头部也是交易码 这是公共头 报文体部分就是 加签后的数据 指定一种算法 然后呢签名原文 这个和我们刚才这儿看到的是一样的 再看一下验证结果 验证响应 头部还是公共的头 报体部分就是一个验签的结果 这个地方注释写错了 验签结果 这个就是我们开发过程中使用的报文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真实的生产中 使用的签名和验签的结果是什么样子 我从网上找了一幅CFC的这个接口列表 我们来看一下 这份文档 是CFC 也就是中国金融认证中心定义的一个接口 我们来看一下签名和验签的接口 签名在这个地方 好 看一下签名验签接口 消息签名 签名的话 我们看到一共有五个参数 分别来看一下这五个参数是什么 第一个参数是一个绘画具比 这个是维护到加密设备 或者说加密机之间的一个绘画具比 第二传入一个私钥 第三呢 也是指定一个算法 第四个参数 签名的原文 第五个参数就是签名后的值 可以看到这个这个接口和我们刚才那个接口 主要的不同就是 我们那个接口里面没有前面两个参数 为什么呢 第一这个是程序调用接口 所以它需要一个具比 这个地方还传入了一个私钥 这个私钥是指定我们使用的私钥 指定一个私钥的路径 或者说私钥的名称 我们本次这个开发里边 我准备不用这种公司要的加密方式 因为这样的话 问题会非常的复杂 还需要使用OpenSSL库 这个库的话就可以单独作为一门课程来讲 使用起来非常复杂 而且还需要证书 使用证书的话 那么就必须要有CA 所以会衍生出很多的问题 我们用另外的方式来模拟签名和验签的加解密 这个是消息签名 我们再看一下验签 验签也是五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也是绘画具比 第二个参数是传入公钥 刚才签名的时候是传入一个私钥 验签的时候当然就是传入公钥 因为是对方用私钥做了签名 所以我们使用对方的公钥来进行验签 第三个参数算法 签名算法 也是指定一个算法 第四个参数验证后得到了原文 它这个是把原文给传出来 如果验签成功了以后 它会传出原文 这个就是刚才我说到那种 带原文的验签 它会传出原文 第五个参数就是签名值 就是带验证的数据 其实这是一个程序接口 我们刚刚这样 我们刚才看到的报文 是系统之间的这种协议报文 这个程序接口 经过程序调用以后 最终还是会转换成我们这种报文 系统间的这种报文 发给签名机 这个就是真实的签名眼前报文接口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应用协议设计的一些要点 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和感悟 第一要简单 简单就是一切 其实做任何设计的话 我觉得第一要义就是简单 第二准确无奇异 这个也没有什么好解释 第三要求可读性要强 可读性的话非常重要 如果协议的可读性不强的话 我们开发起来 就会非常困难 而且程序的bug也会很多 增强可读性有哪些方式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和文本二进制 文本和二进制之间 我比较偏向于选用文本 文本和二进制相比较 可能文本协议的尺寸要大一些 性能稍稍要差一些 但是现在机器的性能非常好 这点性能也不算什么 所以文本和二进制之间 我偏向于写用文本协议 整数和字符串之间 如果同样都表示一个值呢 我更偏向于选择字符串 因为字符串的话可读性很强 一看就知道什么意思 第三呢 接口的功能尽量单一 就像我们设计函数一样 不要把一些不同的功能 揉到一个接口里边 第四呢 要求一些扁平化设计 扁平化设计的话 也就是增强可读性 和使这个协议简单的 一个重要手段 我们来看一个视例 这个视例就是生产上使用的 系统的一个视例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报文 这个报文的话 我认为它就设计的有点复杂 我们来看这个字段 其中嵌套了多少层 一层 两层 三层 四层 五层 六层 七层 第八层 实际上就有一个字段 这种协议在开发起来 就非常的困难 非常容易出错 所以要提倡扁平化的设计 就像我们设计菜单一样 不要嵌套了太多 这种协议在这里